很多人想問一堆其實都是地產收租股 就是想問你究竟跌幅有多深 例如12、16、83、101、683、1972、1997 就是整天數了一堆地產收租股 它會不會有這個介乎兩成到兩成半的跌幅呢? 其實我很坦白說 不好意思就是不知道的 因為是要看疫情 就是等於你問我美股會跌多久 就是看俄烏因為市場是在變動當中的 那我純粹計算而已 不要考慮那些情緒問題了 我看基本上的 那如果疫情是真的三月底就見頂的 好了,可以緩和了 那對於那個投資物業減值的衝擊就少了 第二,對租金深入影響就只剩下2月、3月和4月 那都是沒有了四分之一而已 但是反過來,繼續伸延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的 你問我兩個月前 我都猜不到會有5萬多單一日 那如果只是伸延下去 去到5月、6月的話 那今年起碼上半年的物業減值呢 就會很嚴重了 另外,就是全年的收益呢 有一半時間是受影響了 那這個影響當然多了 所以 還有呢,要留意每一間地產股呢 其實這個業務都有不同的 究竟它是 所謂地產的銷售佔比多一些 還是收中物業比較多一些 那還有它的收中物業是說的是寫字樓 還是說的是一些叫做商場 其實都很難一概而論 但是總體上的話呢 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一些一定的影響 但是究竟有幾大影響呢 這個很難盤 還有看回過去的數據 因為如果地產股 我們有一點改變那個焦點 由收中股變成地產股 地產股呢,理論上現在 第一,賣樓都受影響了 因為真的很難開盤的 現在怎麼賣呢? 所以第一,是有影響的 第二,如果我們用一個... 不好意思,今天講得比較深一些 我們看地產股呢,是看P-Book的嘛 我們會看這個價格和資產值值的折量 但是這個數字呢 是跟當時大家對樓價的變動有關係的 簡單來說,如果樓價跌著的話呢 這個股價相對MV的折量是會擴闊的 所以就算我計算到一個平均給你看的話呢 意義都不大的 變相,我很坦白說就是 這些既然是跟現在疫情敏感度那麼高 還有現在還未見頂,還有惡化當中的話呢 我傾向觀望一下 但是至於會不會跌兩成的話呢 其實跌兩成 就是其實,衰點說一句 不難的 那你在九倉 九倉高位 我不要再看之前了 11月份的時間,還有45.8元 那昨天 今天來計算,都做過最低的 34個月,都跌了10元 其實都已經超過兩成的了 所以兩成,我不知道為什麼你這樣計算 但是兩成絕對不出奇 是的